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一早要跟大家做安裝直播分享的是福特的KUGA 那這台車在福特的車系裡面呢 靴旅車來說算是賣得相當相當的好 因為底盤啦還有一些動力 甚至它有2.0渦輪的240幾匹 那今天要來安裝的這一台呢是1.5升的渦輪版本 所以這一台的在油耗還有節能上的表現呢 就會比2000cc的還要來得好很多 那動力的話因為有加上渦輪 所以整體的動力表現呢也都還相當的不錯 那原廠的避震器 這一台的話前面拆裝會比較耗時 那我們從9點開始施工 那現在已經差不多快裝好了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其實這一台的底盤呢跟Focus的三代啦 還有比較接近三代的ST Focus的ST 那前面的上座後面的上座 這些呢不用擔心 KT的話呢都有附新品 所以不用擔心說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會有組裝上的失誤 或者是說原廠的上座 壽命已經差不多的話 那也沒關係 我們就都有附全新的上座 那後面的彈網因為是修旅車嘛 後面的話原廠的話 大概以我的手指頭大概是六指幅左右 前面的話大概四指幅 那今天預計把它降低下來 降低大概到剩下三指幅左右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已經安裝好了 燈介我一下 前面的話它算是一個 那個掉了 前面的話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如果有常常看我們直播 因為KUGA的話我記得直播好像只有幾台而已 但是福特的Focus三代的話呢就很長直播 那這個局部結構呢其實呢 就跟Focus三代呢是共用的零件 那這些離載串的固定點 還有ABS感應線的掉漿呢 這個本來就用原廠的了 所以這個的離載串呢就沿用原廠了 不用再多花錢改強化 或者是把它改短都不用 那前面的彈簧呢 我們配置的長一點點 是200長8公斤 預計今天降低的車高 前面大概剩下30幅左右 大概48mm到50mm左右 那這台是車頭 算是小改款的1.5升的渦輪版本 KUGA我覺得底盤其實本質就已經很不錯啦 反倒是我覺得KUGA的煞車呢 有很大要可以升級的空間 尤其是2.0升 因為馬力比較大 所以它的自動力道不足的話 反倒是比較有危險性 那今天的輪胎規格呢 就已經是18吋了 這是18吋的規格 然後用料的話 我們大概跟朋友介紹一下 像裡面的主尼油 我們所使用的主尼油呢 就是義大利亞一整桶進口的IP的主尼油 IP的主尼油呢 在義大利的 如果有騎重機的車主 就可以知道 義大利有一個很知名的重機品牌 叫Aprilia Aprilia的前叉啦 還有避震器的指定主尼油呢 就是用義大利本地的IP的主尼油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呢 相當的不錯 抗衰退性 消炮性 種種的表現呢 都很不錯 那裡面有一個油 最重要的油封 我們所使用的油封呢 是日本最大的知名品牌 NOK的油封 那這台車其實我剛剛有提到過了 它有附一個上座 那上座的話呢 其實裡面有買一個那個指推軸承 指推軸承的品牌呢 也是日本的最大的軸承品牌 是Koyou的軸承 所以用料的話呢 都相當的不錯 那這台車拆裝的時候呢 會比較 比較繁瑣一點點 正常來說我們把羊腳把它撐開呢 稍微往下拉就拉了出來 但這一台車呢 它的羊腳 如果這樣安裝的話 可能不太有辦法拆裝 所以呢 有的是會把羊腳卸下來之後 在避震器跟羊腳在做分離 所以前面的拆裝呢 會比一般的日系車呢 還要來的耗時一點點 那前面的阻尼調整是從上方 車高調整的話呢 是從這個腳管的上方這個托盤 我們把它懸鬆 懸鬆之後呢 藍色的腳管往下延伸 它的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 那這個托盤 在安裝完成的時候呢 記得一定要把它敲緊 否則它鬆托的時候呢 就會容易有異音 這是前面的部分 這台車 車主也顧得很漂亮 底層數也不多 那等一下會特別跟大家講解到 羊腳調整器的部分 你後面都好了 好 好 因為安裝好了 所以我簡短的來做一下 KUGA後懸吊的說明 KUGA後懸吊呢 它的離載穿固定點是在這裡 跟一般款的Focus 3代不太一樣 但是Focus ST的話呢 它就是固定在這個地方 那它的仰角的固定點呢 是在 避震器的下座的固定點 是在仰角的後方 跟Focus的走長行程的固定點呢 是不太一樣的 那簡單來說呢 這裡的局部結構呢 它的行程比較短 然後主也做得比較強 就比較像是Focus ST的結構 後面的話 我們配置的是 比較長行程的彈簧 240mm 然後彈簧的公斤數呢 是配置7公斤 因為Focus的後面阻尼 要調整的時候呢 需要拆內裝 所以會比較不方便 那所以KT的話呢 是設計在這個地方 在上座的下方呢 這裡呢 就能夠調整到阻尼 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因為這裡有一個濕蓋擋住了 所以拍不太清楚 是在這個地方 就能調整到軟硬的阻尼 那後面的安裝的技巧呢 簡單來說呢 就是彈簧不能預載過多 那彈簧的預載呢 就是取決在筒身的長短 所以我們後面的彈簧 假設這條彈簧是240mm 那裝上去的時候 第一個它不會搖晃 然後壓縮率的話 因為彈簧在下方 不太有辦法量得到 實際的長度啦 那簡單來說呢 就是壓縮大概3mm左右 3-5mm才一點點而已 那壓縮過度的話呢 也就是什麼叫壓縮過度 那筒身調的太短 它的壓縮率就太多 壓縮率太多呢 它的阻尼怎麼調都不好做 而且筒身的壽命會縮短 另外也有可能會有異音的狀況 所以這個後面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懸吊系統呢 要特別注意筒身不能調的過短 筒身太短的話呢 它的彈簧就會壓縮過多 就會不好做 那這台車呢 本來原廠後面的話是大概六指幅左右 六指幅的話 那如果呢 降低的幅度比較大呢 它的後輪呢 Camber的角度就有可能會變趴 就有可能會是輪胎的內側 所以如果呢 降低的幅度比較大的話呢 就會建議車主呢 要特別注意喔 可以改這支仰角調整器 讓它後輪的Camber角度呢 能夠做得比較正 就比較不容易自胎 那當然啦 這樣的狀況的話 不是改裝避震器才需要 有的車友呢 可能後面有比較常在重物的話 那這台車後輪下沉的幅度就比較多 那就有可能Camber角度 比較趴 幅度比較大 就有可能是輪胎的內側 那就會建議啦 就可以一起升級呢 仰角調整器 那在避震器安裝的時候呢 一起升級仰角調整器 有一個好處就是 可以節省掉定位的費用 因為假設今天沒有裝 然後我們隔了半年之後 哇發現會失胎了 再來安裝的話 那時候就需要再多收 一次定位的費用 對車友來說的話 比較不划算 所以如果車友呢 有在安裝避震器的時候呢 就建議啦 或者是換輪胎的時候也可以啊 就一起把這個仰角的部分呢 改成可調式的 因為原廠的話 它只能調 調投影的角度 就是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下枝壁的這裡 這裡有一顆偏心螺絲 但是這個不是調整仰角 這個是調整竖角 它有一顆偏心螺絲 可以做微調 好那如果這個微調的角度呢 還不夠的話呢 就需要改這一支束腳調整器 這裡有一個逆光 這一支 這一支也可以改成可調式的 但這個是改的是束腳 束腳的話 也就是對應這顆螺絲 當不夠的時候呢 就可以改束腳 那所以呢 如果後輪的話呢 能夠確保不失態的話 就可以建議把仰角調整器 也改可調的 束腳調整器也改可調 這樣再搭配優良的定位角度的話 就一定不會失態 OK 因為我們安裝完畢了 所以要準備上台了 那以上是今天KUGA 2018年 然後這一台是1.5升渦輪版本的 安裝直播分享 那如果你剛好也是開這台車的車主 或者是剛好有看到我們直播的影片 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對產品有任何的問題 甚至是需要詢問價錢的話呢 都很歡迎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